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跟大家介紹這一台來自美國漢美池的多功能為電腦壓力鍋 先跟大家講什麼是壓力鍋 它基本上是由內鍋還有可以鎖定的密封鍋蓋跟控制壓力的閥門組成 所以壓力鍋的那個氣跟食材裡面的汁都會保留在裡面 所以壓力也會迫使液體滲入食材內 所以食材就會有多汁暖潤的特色 然後它只需要注意的就是當它裡面有壓力的時候 蒸氣都還在裡面的時候 它有一個LUCK功能你的鍋蓋是打不開的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就相對的安全 那除非我們自己手動去把這個蒸氣的釋放鈕壓下去 然後蒸氣從釋放法這邊出來 這樣子才可以去達成泄壓然後才可以打開鍋蓋 我們看到這邊有10種不同的功能 其實都蠻好用的我大部分都試過了 這邊介紹給大家看的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蒸氣釋放法 就是它在泄壓的時候蒸氣是從這裡出來的 這個我在洗的時候我都會拔下來稍微洗一下 然後看到這邊這就是鎖住一個LUCK的 對當我們在運行的時候你鍋蓋是打不開的 然後旁邊這個塑膠這個就是墊片 有附兩個所以一個是你可以留著如果你另外一個比較老化的 就可以拿出來用然後這個是滴水盤就是在擠水的 有壓力選擇或者是延長時間跟慢頓模式 慢頓可以選低中高然後壓力選擇你也可以選高壓力或低壓力 然後時間呢你也可以去延長時間對所以這個都是很彈性的 就是在它的面板上面有10種功能你可以選擇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延長時間或者是減少 然後這邊看到當它蓬煮完畢的時候它就會自動跳到保溫 所以很方便你不用顧爐 然後保溫的狀態之下它就會慢慢的去泄壓 讓它自動泄壓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有趕時間或者你想要打開看看裡面的成果 那麼你就可以手動泄壓 然後它機器在運行的時候旁邊是可以取暖的 不會燙到啦但是就是它還是有溫度的 這邊看到可以煮豆類 陰嘴豆啊黑豆大豆都可以用這個來煮 我煮的是紅豆子米粥然後我還可以煮炊飯 因為它有一個功能是專門煮米飯的 然後燉牛肉塊啊燉雞肉啊 這個是蒜頭脆筍全雞湯 我燉了全雞 所以它非常好用全汁雞也都可以而且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壓力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它可以節省相當於70%的烹煮時間 然後整個食材的水分也會維持住保留在鍋子裡面 所以這是它的兩大特色 剛剛看到我還蒸煮蔬菜 南瓜跟芋頭啊一些比較不好煮的根莖類 你可以用壓力鍋來蒸煮 然後它還可以煮水煮蛋 我覺得這個也很方便 我就把蛋放進去 然後你記得壓力鍋要有水氣在裡面嘛 所以至少都要有一杯水 一杯的水量在鍋子裡面 記得都是要放內鍋喔 然後我就倒一杯水下去 蛋可以放兩顆三顆四顆五顆都可以 然後這邊有一個操作選項就是蛋 對它就只要五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我用煸炒功能 可以在裡面炒菜 我覺得這功能蠻好用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單身的 或者是說你住在外面不能用明火的 或者在宿舍裡面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台都相當的好用 對所以我才介紹給大家 好了我們還有其他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拜拜